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姊妹应该是肖战好朋友当中最惦记的一个 毕竟她是那样的活泼可爱跟杨子合作过的男演员 都有说到姊妹性格特别好 这也是姊妹朋友多的原因 而姊妹从小雪开始 就一直兢兢业业的打拼到现在的顶流小花蛋 粉丝们都知道姊妹这几年的艰辛 而对于肖战来说也是一样 自从经历数字事件之后 凭着低调虚心请教的态度 在追逐自己的演员梦想 如今两人都处于事业上升期 不仅有很多网友期待两人二搭 毕竟余生夫妇在这个夏天 带给我们的欢乐是无穷多的 而颜值忽高忽低的姊妹也是魅力十足 在片场都几乎逗笑了全组人 如今余生已经结束大半年了 还有不少的网友们在嗑他俩 这部最近有余生群演人员晒出日记 细心等网友发现 余生夫妇又在暗戳戳撒糖 日记里写到肖战叫子妹拍戏 随口而出的泥泥 也是暴露私下对姊妹的爱称 姊妹曾在节目中有说过 自己的小名叫做杨尼奥 看得出这俩关系真的特别的好 如今过了儿历之年的小猴子 不再是往常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而是变得更加的成熟 从工作室发出的深刻图片中 就可以看出姊妹是越来越知性大方 飘逸的头发加上温柔迷人的笑容 让网友们看到了姊妹的改变 而姊妹自己也是朝着实力演员的方向 一步一步前进 自出道以来就出演过不少的爆款剧 与其合作的男搭档也是备受网友关注 在姊妹生日当天也是有很多好友知己送来祝福 咱们的现男友也是连续五年为杨子庆生 除此之外更让网友们好奇的是肖战 毕竟两人私下关系非常好 虽然没有明面上送给杨子祝福 但是最近却有网友爆料 肖战疑似作为惊喜 出席姊妹的生日派对视频中肖战手捧蛋糕 嘴上还唱着生日歌 而姊妹下意识的反应也是太真实 一脸不可思议 惊呆了的表情真的有被磕到 但是视频的真假还需进一步证实 不管怎样 肖战养子组成的余生夫妇 在这个夏天带给我们很多欢乐 而CP粉们也是期待两人能够二搭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